欢迎收看江西卫视经理传奇,我是幻知 2013年的10月,在湖北荆州市北郊的一个叫做望山桥的地方 一项重大考古发掘,引起了国内巨大的轰动 你来看 就是画面上我们看到的这座假字形大墓 考古部门称之为望山桥东周大墓 这里原来是一座大山丘 当地人称为罗家种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风土清理 大墓的轮廓已经展露无余了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点的是 大墓引起轰动 并不是说这是一个新的发现 其实早在50年前 考古部门就已经知道罗家种是做大墓了 为什么呢 来看示意图 图上中间的大墓 就是今天咱们要说到的望山桥东周大墓 左下角小一点的考古部门 命名为望山一号墓 1965年考古部门已经对它进行了发掘 而就是在那次发掘当中 意外发现了望山桥东周大墓的存在 1965年那个时候发掘望山一号墓 那个墓葬在这个墓的南边也就是六到五六百米吧 那个时候这个墓葬 修渠道的时候 这个渠道已经把这个墓葬的这个墓道啊什么 都已经都已经就是破坏出来了 已经暴露出来了 那你肯定要问了 既然当年已经发现了这座大墓 那当年为什么不发掘呢 而要等到50年之后才来动手 想给你看一件宝物 这是一柄青铜宝剑 当年他的出土啊震惊了世界 那么这是一把什么宝剑呢 剑上明文写得很清楚 月王勾剑自用剑 那么月王勾剑呢 春秋时期的一方霸主 所以这把宝剑是价值非凡 那这把宝剑是在哪发现的呢 就在望山一号墓 注意了 根据出土的竹简和器物上的明文分析 望山一号墓的墓主人名叫 昭顾 他虽然属于楚国王族的后裔 但是他只是储君当中的啊 一位终极将领 而您再来看这两座墓葬的规模 望山桥东周大墓的规模 足足是望山一号墓的三倍大小 那么既然面积不大的望山一号墓 都出土了月王勾剑剑 这样珍贵的国宝 那规模更大的望山桥东周大墓 里边会不会藏着更为惊人的秘密呢 这就要回到刚才的问题了 既然望山桥东周大墓规模更大 地位更高啊 墓主人地位更高 为什么当年不发掘呢 昭须那个时候的经济条件 技术水平这一方面 所以当时就没办法 对他这么大一个墓当心发掘 这就是根本原因了 换句话来说 望山桥东周大墓的发掘 考古部门一直期待了50年 也准备了50年 但是这一次 虽说早有准备 可是当清理完风土 考古人员 还是被震撼 为什么 两个字 太大 经过测量 大墓上端开口 约32米 长34米 面积达到1088平米 从地表到地下的深度 超过10米 呈倒金字塔形状 塔基 共13层 每层接近80厘米的台阶 这种结构 正是楚国清大幅阶层 所能享有的最高等级的藏翅 那么 清大幅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阶层呢 按照楚国的官制 清大幅是仅次于楚王的阶层 也就是说 望山桥 东周大墓的发泄 从一开始就轰动全国 就是因为这个 非常重要的大幅阶层 就算在下车层 一开始就算了 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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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好